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您再次跟我们在柏林相见了 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对 然后今天不知道学院长给我们带来什么美的针对欧洲市场或者是说在海外市场的一些亮点的产品 我们先去看一看我们的空调 风浴水 无风感的空调 好吧 在这一边 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 因为我对怎么实现比较感兴趣 我们还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叫封闭人 就避开你 但是风还是有的 第二种就是柔风感 风更小一点 第三种就是完全无风感 但是冷量还会出来 首先我们的技术上就是首先是两个导风条 两个带孔的导风条 一共是7928个孔 这个孔不是普通的就是打一个孔 首先第一个孔它是每个位置 它的孔的形状都不一样 它的方向也不一样 它打散 对 它有点像炸汁机一样把这风给打散 打散 打散 对对对 它实际上还是会有被流的这种产生 才有感到冷的感觉 对吗 对对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比如说在左右两边都有隔闪 所以它就是360度环抱风 你吹不到风 但是它是360度环抱风 所以说它其实出风口的方式不光是在前方 在扰流板上做了些功夫 然后在整个空调的出风设计上 也有一些更多的角度 对对对 来去明白明白 看完公寓者这个空调子以后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破笔机 一个超薄的哈利X破笔机 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 能够把一个破笔机非常的薄 其实学院长我自己说下我的痛点 我倒是觉得这破笔机的声 这个声是我特别讨厌的 对 这个声音是我最难受的事情